大家好,我是奧远 之前已經拍過一條三文院的攻略影片 這次就是想補充一些之前沒有說過的要素 首先追加兩個場景單元 首先就是這個大霧的單元 大霧籠罩之下比較難去瞄準一些比較遠的敵人 以及比較難發現BOSS的位置 從而增加了這個遊戲的難度 另一個單元就是這個黑夜場景 它會有一隻我好像沒見過的新怪 類似BBQ爐的東西 它會有一個Laser去追蹤著玩家 另外它還會不斷發出這些油漆 相當之難搞的一個BOSS 這個晚上的單元暫時只會出這隻BOSS 然後當它扣上血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魚尾在爐四周的位置 其實如果你在用格林基槍的話 非常方便 遷就那個高度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解決到這個怪 另外再補充 這個三文院模式 其實它暫時有兩個地圖 會輪流出現 一個地圖就是之前我拍過的那個 另一個就是今次拍的這個船地圖 船這個地圖個人覺得比較有趣 因為它有兩部升降機 經常都會發生一些隊友不等自己的趣事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獎品 那麼我在這個三文院模式 拿到的獎品 究竟我如何入手呢 很簡單 只是在這個三文院店鋪的旁邊 有一個檔檔 你只要跟它對話 它就會把你之前打到的獎品都交給你 就是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關卡 大家都問究竟有什麼用 其實它有些扭蛋 就是抽這些獎品 可能是錢 可能是服裝 有些厭倦和人對戰的朋友 就可以瞄準這個三文院模式 和朋友一起去過關 都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這個三文院模式的武器 每一次都會隨機抽出來 上一次就是四把都是槍 今次的武器有些副手 就是有些炮 有些遊數 這樣就考大家的過關能力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按訂閱和按LIKE我 我們不定時實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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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